妳覺得這兩位當初的情侶 進展到什麼地步 她應該就是有那個 哪個 就是在床上翻滾 有沒有翻滾吧 張兆志 你們當時有進展到什麼程度 就大人該做的我們都做了 真的假的 妳是那時候劉曉毅的 是她的第一人 妳是她第一人的男朋友嗎 你眼睛瞪大個什麼劍啊 可能不是第二個男朋友 但是是第一個男人 你是說你言下之印是你的... 就是...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就是我摔破她的櫻桃是這樣子 你們兩個情很深耶 這個緣分是很深的耶 可是張兆志 她是你的第幾個女人呢 念書的時候應該是第三個 還第四個吧 所以你算是月人無數耶 沒有啊 因為那時候我的女朋友 大概都交半個學期 家裡都很有錢 就出國了 當時那時候獻給... 妳根本就在裝正經對不對 妳心裡面熱血背痕 這很重要耶 真的 好精采喔 而且可以逼問張兆志超爽的 我們還有另外四位隊員 他們都希望我們好好服務 對... 不是... 因為很難得會跟第一次的那個 見面耶 所以那個時候結束 很奇怪喔 是不是妳 好猛喔 我再記得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先過家 不要裝燈燥... 可是過程我真的有一點忘了啦 好恐怖 不是太羞嗎 應該是吧 可是是宿舍還是他家 他家 是我家啦 你們認為會是男生提出要求 還是說大家就知道會發... 自然而然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好辛辣喔 對啊 我現在臉好燙 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嘛 總不可能說兩個人 在房間裡面忽然就講說 要那個嗎 沒有 不可能嘛 但是一定是George帶領的 他那麼... 帶領什麼東西啊... 帶領什麼東西啊 對 因為他比較... 他有營造氣氛啦 什麼什麼氣氛 沒有 我記得你有放音樂對不對 對 等一下放誰的歌你還記得嗎 我忘了 可是是慢歌就是 你們知道劉曉怡的媽媽是大明星嗎 剛剛看到那個 對 所以媽媽知道這些事情嗎 千萬不要讓她看到今天的節目 妳媽不會該是覺得 妳現在都還是處子之聲嗎 不是 何婉婷有被拍到 這... 不是 憶紅燥 妳的嘴情 周錫瑋 周錫瑋啊 周錫瑋 妳為什麼已經把他亡 正直談人物那邊走啊 周錫瑋 是真的嗎 就朋友啊 嗯 我不信 妳是不是單獨去吃飯嗎 沒有...還有跟別的朋友 就劉跟宏那一片有沒有 對... 所以他就變魔術給你看 是劉跟宏變的 所以有很動心嗎 他真的很有才華 我覺得女生應該都會喜歡他 現在還有聯絡嗎 偶爾耶 好太配喔 她的表情 妳很厲害耶 因為CD手機裡 都沒有周杰倫的電話號碼 我有王力宏的 誰問妳王力宏 比什麼啊 她在講周杰倫的事啊 王一仁手機裡 有周杰倫的電話號碼嗎 你有 沒有...就是不記得 有耶 天啊 妳是不是有跟周杰倫 傳過緋文 有嗎 George 我覺得妳要再 哈哈 妳知道我跟她的感覺 沒有啦 哈哈 沒有... 天啊 真的耶 他們兩個是前後任耶 不是啦 沒有那麼嚴重 王一仁真的有跟周杰倫交往嗎 沒有 交往怎麼可能啊 可是也是有出去過啊 被拍到啊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啊 她也有變魔術給妳看嗎 大家都是朋友啊 我們一招魔術嗎 是不是同伴黏在額頭那個 怎麼... 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妳知道何婉婷有跟她 被拍到過嗎 知道啊 那個都有上報 妳當時看到有沒有很不爽 不會啊 所以妳今天知道 跟何婉婷同台有不高興嗎 為什麼要不高興 對啊 就因為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妳就知道 她就是周杰倫喜歡的Style嗎 還是妳比較是周杰倫喜歡的Style 小S比較是周杰倫喜歡的Style 我不是... 因為妳跟侯沛城是有一點類似 這句話氣死侯沛城 沒有... George 劉小憶有一件事 一直很想問妳耶 一直從分手到現在 妳都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對 妳是不知道啊 我想要把妳甩掉 對 我剛好問她啦 另外四位女生有遇過這種事 就是分手的都不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耶 所以大家都沒有冤死過對不對 妳們講有好不好 妳們通告會不會有領飯 要不要臉 沒有 妳們這一趴先弄人 看我在這邊流冷汗 妳現在流冷汗嗎 妳看起來很冷靜耶 我跟妳講 她的班上的 有一群男生 專門在用這種把戲騙女生 什麼東西啊 怎麼說... 不是我們班的... 因為以前你們班 就有一個學長也是欺騙我的感情 不是 我班的 她是我學弟 對 她是我學弟 我同學 我有一對活寶學弟呢 他們兄弟倆去拔他們姐妹倆這樣 結果呢 她跟大S這樣 就拔到 都拔到 一大一小都拔到 那妳怎麼可以講人家亂搞 人家就真心來交往啊 可是那個人 他其實是想要追大S 可是後來沒追到 他就勉為其耐跟我在一起 後來過沒多家 就打電話跟我講啊 就說妳知道我要跟妳講什麼 這樣好爛 然後我就說我知道 他就是要跟我分手 可是他有跟我講說 妳對他超好的 對 我對他超好的 可是這樣妳沒有冤死啊 就妳知道為什麼分啊 因為妳比大S差很多 妳什麼意思啊 妳在學校轉眼 講怎樣嘛 妳在學校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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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麼說不完 她以前在小學會比大S差很多 可是她小孩子是很多 真的不同心 大S是那個時候的學生 一定都會喜歡的 就是長頭髮 然後 所以對方起碼會給小S一個說法 說為什麼分開嘛 因為就是... 他連為什麼都沒講 他只是說妳知道我要跟妳講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知道 對 可是妳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啊 妳沒有收到一通電話說拜拜嗎 沒有耶 而且那是聖誕節舞會的時候 在我們學校辦 使亂中氣嗎 不是 我不知道耶 那時候我也要畢業了 我也要畢業了 然後他那時候還在念書 還在我們學校 然後我就回學校辦畢業舞會 聖誕舞會 然後我在放歌 然後我就跑上去問他 然後他有話來找我說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覺得我也要畢業了 也不可能天天跟他黏在一起 你有跟他講說 因為要畢業了 所以不能今天... 可是我真的沒有講 你就是一直安靜的玩那個轉盤嗎 對 我就只跟他講 對 他說... 他說你不要再講了吧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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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冷血喔 妳真的 黃藝人 男生說分手可以說 我現在在忙嗎 而且妳知道嗎 那邊說完分手之後啊 我還從陽明山走回家 走得多久 好 而且還下雨 那時候超冷的 好可憐喔 然後其實我在走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他... 他騎摩托車 我就在想他應該會看到一個 女生走在路上很明顯吧 總是會停下來吧 妳期望他用摩托車來載妳 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 因為我以前天天載他下山 天天載他回家 我們一起去吃飯幹什麼 好痛心的故事 是啊 然後... 有小燕 妳在山路上往下走 走了三、四個鐘頭的時候 有落淚嗎 有啊 我從頭哭到...哭回家耶 真的 那冷風吹來不就結冰 然後我同學還騎到旁邊來說 叫我 妳不要那麼傻 這種爛男人到處都有 那妳為什麼不坐同... 妳為什麼不坐同學的車呢 我就希望這四個小時 搞不好會碰到他 因為妳有四個小時 可以去找他耶 就算是在第三小時五十九分 碰到他都好 都值得對不對 都值得張教志 剛好...妳幹嘛加重語氣啊 馬來加警 我們可以幫忙 也許不需要 放鬆 但是我們喝的 我們在哪裡 我們來自訪 別讓他們 在哪裡 我們來自豪 我們來自豪 我們來自豪